今天是絕對的企劃的企劃 好不好 不會跟以前一樣企劃完之後 永遠沒有第二集 我們這次的企劃是絕對都有 會有1 2 3 4 5 6 7 8 9 很好的一個企劃 而且我覺得是我影片裡面全部 最有教育性質的影片 好不好 我來帶我老闆的兒子練車 把我全部都教他好不好 教他練車 教他騎車 教他去比賽 就是希望他可以繼承我們的遺志 我們沒有拿過冠軍 希望他可以幫我們拿個冠軍 把我的遺志完成 這樣就好了 我老闆的兒子 好不好就是他 小老弟 以後在我們影片裡面 他就叫小老弟 他就叫小老弟 那以後你要叫我什麼 你要叫我 大哥 叫我大哥 好很好 不行我們要認真 我們要認真 今天我們要去賽事場 你以前沒有在賽事場練過車對不對 從今天開始就是從0開始 基本定員到8你都會嗎 然後定員到8他會 這我也有親眼見證過 雖然 沒有騎得很好 但是就是 至少基本的左右都沒什麼問題 好 那麼今天開始是我們第一天 教學好不好 那因為我們這個 小老弟 他這個也給他爸媽 帶來不少麻煩 然後就是 翹家嘛對不對 你常翹家嘛 我跟你講我跟你一樣 我以前也是常翹家 我問你問題 你就回答是或不是就好 是不是你也是這樣想 我以前也是 我問我翹家也是No.1 我以前也是常翹家 但是呢我翹家 我後來左思右想以後 我覺得是有理由的 你不用怕你爸媽看到沒關係 他們也想知道你到底為什麼要翹家 那我講 你聽看看是不是這樣 好不好 是不是因為就是家裡太無聊 所以呢你跑去朋友家 然後你跑去朋友家呢 你想住朋友家 但是你跟你爸媽講 你爸媽一定不同意 那你就乾脆 不如不要講 那你不如不要講的情況下呢 就會演變成翹家 是不是這樣 對嘛 是這樣嗎 就是太無聊嘛 所以還翹家嘛 對嘛 那跟我一樣 我們從今以後呢 我要怎麼讓 我們小老弟不無聊 就是呢 從今以後 你要練車 要騎車 你想要隨時隨地 想要練車 不管平日假日 我都可以帶你去 我都可以陪你去練車 然後陪你一整天這樣子 反正我也很閒 你也很閒嘛 但是呢 我們練車之餘 不能只單獨練車 然後因為你以後也要比賽 要騎車 你要懂車 你懂車 你要弄車 所以呢 你會有一些時間呢 你是在 店裡弄車 懂一些車子的東西 再來就是我們去騎車 我相信你應該是 剛開始會 比較喜歡騎車這塊 但是 你後面呢 你騎 發現車子有問題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去解決 車子的問題 那你就必須要去碰車 你就必須要去修車 我先給你 灌輸一個東西 好 這是最基本的東西 你可能 也自己也會搞不清楚 我就問一個問題 今天呢 你騎比較慢 你後面的人騎比較快 然後你後面那個人 他撞你 那你覺得問題是誰 你覺得是誰的問題 那是 他的問題 你覺得是他的問題 好 那今天呢 你騎比較快 但是你前面那個人騎比較慢 但是你去撞他 那是誰的問題 我的 你的問題 你覺得是你的問題 我告訴你 都有問題 兩個人都有問題 其實你在賽道上面 不管是你撞別人 別人撞你 你不用太自責 不用覺得說是你自己的問題 你懂嗎 他就很像是 我今天送你去打拳擊 你把人家揍了鼻氣臉腫 或別人把你揍了鼻氣臉腫 然後呢 揍完之後你鼻氣臉腫 然後你再跟他說 你把我揍了鼻氣臉腫 那你是不是要賠我錢 你今天呢 撞了別人 或者是別人撞 你只要自己問心無愧就好 你問心無愧 我不是故意要撞你 我不是故意要害你受傷 你只要撞了別人呢 你就是跟人家說一聲 不好意思 對不起 這樣就好 但是如果人家說什麼 要你負責 你撞我的車 車壞了 你是不是要付我錢 你就不用了他 這是白癡 真的喔 這是白癡 你就不用了他 所以你要記得 撞別人或別人撞你 就是 你只要不是故意 跟人家說一聲就好 不用負責 那你如果自己不會處理 你可以找 你可以找我 你可以找你爸 當下可能在比賽幹嘛 發生這些事情 你可以去找我們裁判長 還是什麼 就是說話比較有權力的人 可以找這些人 他們相信每一個人都會 站在你這邊 因為大家玩賽車的人 都知道 這種事情呢 本來就是自己要負責的 好不好 那我們出發練習了 你今天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那我們今天一次期 進站嘛 好 進站 那我們期待一下 我們小老弟弟弟的練習 好不好 那我們出發 Let's go Let's go 在這邊 有個例外 自己撞到別人 或者害別人摔車的問心無愧 不是指說 就算我故意的 我也問心無愧 因為你就欠我 NO 不是 不是這樣子 這部影片我覺得非常正面 我非常認真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你萬一遇到了故意的人 還是有辦法處理的 不然大家比財力 玩碰碰車就好了 對不對 玩什麼賽車 遇到這種事情 你必須要有辦法 舉證對方是故意的 例如你在場下 拿個密錄器 在他旁邊錄音 甚至剛好還放了一台攝影機 錄到他本人說出的話 假設我的名字叫123 這個故意要撞你的人說 等一下我下場我要撞死 這個123 這就是你的證據1 你攝影機錄到 密錄器也錄到錄音 你錄到是他本人講的 這是你的證據1 再來下場之後 故意要撞你的人 就真的死盯著你 他媽就是要撞死你 剛好 你車上又有攝影機拍到對方 是要故意撞死你 這就是你的證據2 鐵證 你的證據 要能辨別的出 對方是真的有意圖 故意的 那我相信 這不只是現場的場主 或者是法律 都可以介入來幫助你的 前提是你要有這些證據 你他媽有那麼閒嗎 來賽車場騎車 你要搞得像演名偵探柯南 是不是 要證據清楚 不然各說各話 誰知道誰說的是真的 這是在我們一般 只是單純喜歡去賽車場騎車的人 我身上可能會遇到的事情 什麼你賺我你要賠我多少 你賺我你要怎麼負責 這真的很白痴 我真的再重新說一次 這真的很白痴 也不要說什麼 我朋友都在旁邊看啊 你們說對不對 你們都有看到吧 你要追究 就要拿出非常實質的證據 證明對方是故意的 如果今天變成在比賽場上 觀眾都有眼睛 甚至比賽都有錄影 還有裁判在旁邊看比賽 有發生爭議問題 都可以調錄影影像 拿出來給賽會判斷 如果直接被賽會判斷有惡意的攻擊行為 或者是危險行為 都會被賽會懲處 大概就講到這 我再最後說一次 這真的很白痴 你準備好了沒有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你幾歲 14 14歲 我考慰你16歲 等一下我們 第一步下去騎車 我們要先做什麼 先 先熱胎 好 好 算你對 沒關係 我們第一步就是要先放胎壓 先把胎壓調對 等一下下去騎才不會覺得怪怪 然後又要再下來調胎壓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先放胎壓 你會不會放胎壓 不會 好 你等一下放一次給我看 極限賽車場 到了喔 賽車場 這 路線怎麼騎 你會不會 你從哪裡進去哪裡出來 不知道 你不知道 這邊 你看 這邊 進去啦 出來 要進去就從這邊這樣騎 來 要出來 要出來就從最後一個彎出來的時候 從這邊出來就好 你知道嗎 你確定你知道 等一下騎的時候 我帶著你 就是帶著你進去 你要記得出來的時候 你就從這邊出來 好不好 怎麼讓他們知道我要出來 你每次騎完你要下來 你就舉個手 左手就舉起來 跟人家講說你要出去 這樣就好了 然後呢 等一下下去騎的時候 你不要急 就慢慢騎 就正 正常 你在路上怎麼騎 就怎麼騎 反正比你快的人 他自己會少 啊 如果還有比你慢的人呢 那就表示他還在練習 我覺得 就是 小孩這東西 你不可以當成 不可以當成是 小孩在教 你知道嗎 你要把他當成兄弟 兄弟 我們是兄弟 現在開始 我們是 brother OK 然後呢 那個 你在翹家 對不對 然後翹家在路上 被我抓過 被我揍過 對不對 好 希望你就是 不要給你爸媽找麻煩 不要給你家人找麻煩 好不好 你想怎麼搞 你想出來騎車 想出來練車 我就帶你出來 好不好 但是你就是不要給你家人 找事就好 好不好 很簡單吧 來打勾勾 打勾勾 很簡單 然後呢 你那個 有一些那種 豬朋狗友 你自己也知道 我跟你講 你自己覺得朋友的朋友 你就把他當朋友沒關係 但是你覺得那種 只是 可能見面打個招呼的那種朋友 我覺得就 先不用啦 你看你現在 可以一直做自己喜歡的事 對不對 可以騎車 你之前可能是 沒有人帶你去做這些事情 因為你每天就是 跟朋友在那邊農流練 現在 我陪你練車 我陪你騎車 好不好 你也不會無邀 好不好 OK吧 你不要搞事了 好不好 OK 我們等一下就開始練 等一下下雨騎了 就正常這樣繞 不用急著咖哭 好不好 你練的東西先不用用 你先把場地這樣繞手 繞手就好了 騎手就好了 你今天的任務就把他騎手 好那這樣OK好 那你等一下回去先熱身 好不好 手啊腳 好不好 熱身一下 好 那走 現在 我先下去騎一次 你等一下看我怎麼騎 你下去就看我 你就照著我怎麼騎 好不好 就是你不要急 等一下我也不會做什麼 什麼 側掛什麼 不會就是正常的騎 你等一下看我怎麼騎 我等一下怎麼騎 你等一下就怎麼騎 你等一下看我從哪裡上去哪裡下來 好不好 什工 就很失敗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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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震騎起來有點挑 還沒挑 還沒挑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剛開始騎車 就是騎從懶車 就是他 不是調整到很好的 先這個狀態騎 把這個狀態騎好 之後你就會遇到很多問題 就會覺得說 避震哪裏不夠 這時候才需要去調整 可是你現在距離這個階段呢 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現在就是 好好的把車騎好 就正常騎 你也不用 管什麼 你要騎快一點還慢一點 不跟他借車 帶我下去騎 我一個人就緊張 跟他借車帶你下去騎 我等一下騎他的車 我帶你繞幾圈 我等一下就慢慢騎 真的慢慢騎 OK 敍 騎完這個第一趟 那你騎完覺得怎樣 還會不會緊張 還是會吧 還是會 沒關係你就記得 你下去騎 你騎你的 誰賽道不是這樣 就是慢慢騎上去 對不對 等一下就加油好好騎 你就這樣慢慢繞慢慢繞 我等下就不帶你了 我等下在旁邊看你騎 你今天就大概就這樣 不要卡補 你就正常這樣騎就好 等到你騎好 我們可能回去明天晚上 或後天晚上 我們去找個空地 我們在練習一次定員跟繞巴 給你找一下感覺 你感覺找回來 練完 我們下一次再來試試練 可是近戰我沒有卡補過 近戰有沒有卡補過 沒有 那我們明後天就練 近戰卡補 好不好 好 OK 那加油 好不好 那你就保持這樣 一點一點 然後你覺得 你好像很熟了 慢慢加速 慢慢加速 慢慢騎 不要一次就貪快 一起很快這樣 好不好 記得我今天早上跟你講 OK 那 加油 等下繼續練習 好不好 休息一下 來給你們看一下 大家都是這樣過來的 好不好 就是 在賽道上會 會比較 騎比較慢一點 但是呢 我相信那個 有同理性的人 都知道 大家都是這樣過來 不用太說什麼 呃 乾娘 不會騎 要不要一直在那邊擋 你也有騎得慢的時候 來 來了來了 給我看 來這邊 來來來來 來來來 來來來 很好 就是這樣繞 慢慢繞 很好 我覺得我教得很好 欸我跟妳講 摔車也是要有技術 我跟妳講過 摔車要幹嘛 雙手抱胸 反正就是雙手抱胸 好不好 然後呢 你的腳就是微微彎曲放鬆 你不要腳去蹬手 這樣很容易可能就會骨骼 穿這個皮衣 它不會皮肉傷 但是骨骼還是會 好不好 等一下應該車會比較少 這樣子啦 給你一個挑戰 你等一下 那個最後一個直線有沒有 因為我看你的最後一個直線 你都沒有全油門對不對 都是這樣一半 然後這樣慢慢騎這樣對不對 等一下到那個直線 就全油門這樣灌下去 啊 煞車 然後就進來 然後你就是 等一下 幾乎有直線的地方 你就盡量油門吹到底 你怕你就趕快收掉 怕你就收掉了煞車 我要你做的不是說 叫你整路開著油門這樣 我不是叫你這樣喔 轉到底然後就收掉喔 就轉到底 衝一下 收掉煞車 進彎之前 你就是先收油了 進彎之前收油煞車 OK 你要自己知道 煞車的力道如何 好不好 好 你等一下 這任務很簡單吧 就那個直線就好了 OK吧 等一下任務就這樣 很簡單啊 你要下去騎了嗎 等一下車一天上來就可怕 車上來很可怕 怎麼會很可怕 那麼多車 撞你就撞你啊 哪有關係 那一隻 蛤 超快的 那你就讓他就好了啊 你要聽嘛 你要邊騎邊聽 你騎 你聽到後面有聲音 回頭看一下 讓人家過一下 過了你就沒事了 等一下下一期我會好好看著你喔 來來來來過來過來 我教你 一起來 你要不要喝水 好我等下幫你買水 不要要求自己騎多快 好不好 OK我沒有要你騎很快 好嗎 好 因為我這個 GoPro也看不到 他在很遠的地方騎啦 所以我只能用我的眼睛看 等一下我用我的眼睛看 看他有沒有 確實做到我的要求 好不好 喔 他要到我說的 直線 我們看一下他直線有沒有照著我說的做 好 吹 好 很好很好很好 有有有 很好 很棒很棒 加油加油 好 這個這個這個 我現在問你好了 我現在問你 你知道你知道什麼叫好朋友嗎 你知道嗎 那你有好朋友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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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也知道你沒有好朋友 沒有 唉唷 不錯喔 很厲害 你在基隆 你也不怕人家欺負 對不對 你沒欺負別人 你也不用怕人家欺負你 就算人家 就算 人家真的欺負你 對不對 基隆 對不對 我們又不是沒朋友 對不對 你會怕我怕 對不對 你也知道 你自己也知道嗎 你自己也知道嗎 不知道 你剛剛搞在一起幹嘛 做什麼 你在基隆 我們都很容易被抓到 你知道嗎 你知道 你還敢 你還敢 你也很皮 我問你 我問你 你俏家 你俏家 俏到最多 你今天不回家 今天沒有回家 今天沒有回家 蛤 一哥天就被抓回去 一哥天就被抓回去 你也太爛了吧 我以前俏家 我都俏那種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他媽媽在 叫他陪我找我 我以前我爸也是叫警察來找我 不一樣啊 我爸當警察的 跟警察講 我路上看到警察 我趕快躲起來 一天都被抓回來了 你最近好俏家嗎 沒有 沒有 很久沒俏家 沒有 你俏家路去幹嘛 走去朋友家 走去玩 朋友家有多好玩 你朋友家很好玩 沒有到什麼 跟朋友 在一起 就你覺得 你覺得跟朋友 在一起 也好玩嗎 不過 大家看電視 打不過來都很爽 對不對 我以前是這樣 以前就是 我家太無聊 阿我也不知道幹嘛 阿我出去我爸媽 我也不會 也不會同意說 讓我出去多久 或是說 讓我住我朋友家 那我就 想說阿 那我乾脆不要講 你是講完 然後他不同意 然後你也不跟他說你在哪 對吧 就我知道你阿 你就是 沒事嘛 對阿 想跟朋友混在一起 你記得你有一次 翹家去跑山 然後被我抓到的時候 我怎麼逗你 記得喔 記得喔 那沒有翹家 那就是我偷前 阿我那時候是 他偷騎 他偷騎家裡 車出去 然後 就沒人知道 然後 那個 七早八早了 然後 他家全部人在找人 然後 我就想說 阿幹 就他們家 人 就是 要開電什麼的 不方便 然後我就直接衝 我直接衝去找他 然後 就被我堵到 然後 堵到之後呢 他就一直騎 騎摩托車給我追嘛 對不對 一直騎給我追嘛 然後後面被我追到 我本來攔下來 我就直接 灌你頭 然後我就揍你頭 有沒有 別人罵 在跑 我剛剛呢 問我們的小老弟 我問他說 你有幾個好朋友 他跟我說 沒辦法 我覺得很屌的原因 是因為 以前我哥問過我說 我有幾個好朋友 我跟他講說 我們班就30幾個了 然後 外面那些朋友 加一加好幾百個 算不出來 只要熟的 我都覺得是好朋友 所以 我覺得他還知道 什麼 什麼是好朋友 我覺得 所以我才 所以我才會問這個問題 好不好 不是我覺得 他是白癡 不是 我只是 想知道 他知不知道什麼叫好朋友而已 我便知道 他有了 什麼 我便知道 我便知道 我便過了 我便決定 你來了 讓我便過了 你來 這禮拜日 等下回去 跟你爸媽問一下 禮拜日他們要不要讓你去 禮拜日讓你去 我們就練禮拜日禮拜一 齊勁戰 OK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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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我趕快要回基隆 不然等下賽車 各位 下午見 掰掰